这么多你看 好多好多你看 才刚收完的稻米 但上头却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虫子 农民看了好无奈 本来一小哭 你两三天没有看的时候 整天都枯萎了 那个都是虫啊 造草都没有烧 现在虫越来越多 它就是吸汁像吸血鬼一样 它稻子在刚出税的时候 它会有非常多的汁 它就在那个稻壳上面 刺进去像吸管一样 它就慢慢吸 黑春象虫作怪 躲在稻子根部吸取枝叶 导致稻米成了空包蛋 台东关山镇稻田 近期受到黑春象虫肆虐 造成稻作收成量大减 比往年少了至少有五成 农民认为是因为禁止烧稻草 让虫子可以躲在土里 虫害才会一年比一年严重 估计田里至少已经有上亿只春象虫 而面对这波长虫危机 台东县府日前同意以专案方式 开放二十号到三十号期间 农民可申请焚烧稻草 那这样子焚烧的效果 第一个是可以把虫卵成虫杀 还有一个就是水稻最麻烦的就是文库病 文庇是菌额都藏在稻草里面 县府强调这期稻作仅特准观山地区 有机稻田可以烧稻草 其他地区要等到下一期稻作状况 再做评估 同时为避免影响交通 距离省到五十公尺内也不能烧 呼吁农民物私下焚烧田区 唯一者可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开罚 原始新闻 NZMZ台的观山采访报道